我现在是半休息的状态 看到我们家院子没亮的 河头 蘑菇什么的 你别看这点东西 家里面人忙活半天 男的都在干活 女的上这踩蘑菇 然后左脸右舍也过来帮忙 我就坐在那看着 有的时候打打下手 多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休息 因为我只要不外出的话 基本上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这状态挺好的 就是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小时候家里面大人忙活东西 干活什么忙活事什么的 这小孩就坐在这看着 然后打个下手 现在也是那样子 这种感觉不是大城市人能体会的到的 我也特别珍惜 我觉得人珍惜当下 不管你现在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好享受它 你们也看到了吧 我说话还是底气不足 就是那个 虽然说话有声音 声音还算浮浪 但是里面就好像闯过气似的 身体还是有点虚 没什么毛病 就是虚 天生的体虚的这种体质 我们这冷了 昨天下了一场雨 看我穿毛衣了 我这个裤子里面是拉绒的 都是毛的 我现在是115斤 瘦了 吹吹我们家这儿的秋风 看看这个磨 给我看看河头的 闻闻这些山火的味道 我们这大风就这么大 你这个自驾 再牢固的自驾也经不起这风吹 一下就吹倒 家里面人家屋里 闹瘸的 老姨他们 老姨不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 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的 看到他们 又能聚在一起的 还有说有笑的 还干干活什么的 一起上人踩蘑菇 都要退居二线了 已经都到这个年龄段了 仿佛能看到他们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生活的 就仿佛我妈 还有我老姨他们都年轻的 然后家里面的女婿 去我老的家去干活活什么的 帮忙什么的 栽起聚的吃个饭什么的 我能联想的到 虽然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或者是说 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记忆 或者是我也没见到过那场景 现在是姥姥不在了 但是因为血缘的关系 姐妹之间走的还是像 以前那么近 就是自家 我爸和我老姨父干活 弄弄这个脸子什么的 我妈和我老姨上厂采蘑菇 然后别管年轻的时候 男的洗不洗衣服做不做饭 反正是快退居二线的时候 老姨父的洗衣服做饭了 笑死了 我都没想到都这么能干的 这样想想人的一辈子 说还没过上一辈子 就是说年轻时候 几十年并不长 从二十来岁不太懂事的时候 一直到这个年龄段了 可能30年 30多年过去了 老夫老妻子在一起 到老的时候 真是一个伴的 谁都离不开谁 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互相更能包容 更能体谅了 从来没有斗嘴的时候 没有什么吵架的时候 年轻气盛的时候都过去了 这男的也做饭 也洗衣服了 男女都平等了 很多人说东北什么大男主义 不清楚 反正我们家没有 我们家不管男的做什么的 回了家之后 有空都能做饭 烧菜 洗衣服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家 其实我就向往他们这样的生活状态 我就向往着 有一个这样的生活节奏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 然后从小就在一起 然后到年纪大了 还是老来伴 互相能体谅 简简单单的 平平淡淡的过了一辈子 我觉得这样特别之处 这就是幸福 这叫老鼻子了 你家几个短了 还有一个 那我们家的能害吗 咱们这么大袋的 来 给 哎呀 买 这叫老鼻子 还买 老鼻子 那年年去也多不 有多 约着李生辉的 太 哎呀 还这么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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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宅 哎呀 这蘑菇长得好呢 全开箭 哎呀 妈 你看 它蘑菇长好 叶的 这有没宅有宅的 这还没宅 那一宅 你才这么多 真的 没把油都吃了 都解决不起 吃哪一宅 就是那个奶 咱那个 就要封闭山去那样的 干回来啊 干回来 早起来今天 去可晚了 俺俩先采不着就 你俩想溜着玩 就是溜着玩 两人才适合 对 它弄不太容易 你还没整呢 咱那点还有呢 哎呀 真没想采 我一早早去采 你看看那两东西 你走出山了 我还有这么多能量呀 还有啥呢 啥啥一天多啊 你还比我老一多啊 不得吧 老一不少 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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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了走错了 白马哈国走错了 我们昨天也没采到 这马也不一定哪里有 你看我这牙没采 就采点 人家喂的要采得多 你爸说不用采 那不行 根儿牙秤 二俩在山中央采 要太沉了 一马老后 一片一片焦黄啊 你点沉了 老厚了 今天是厚 就在那个 没有抬头 老折麻的可厚了 看我老衣服整瓣呢 变蝌蝌 军人重生的 这水平相当高了 我都不紧 真厉害 这得到一片一年都有了 我看这这咋菜 这咋菜太多了 都上火咋菜 这咋菜 咋这么多 这不行 得帮吧 你看 松了 不是 掉了 三块 三岁了 被虾子 拿馅穿上 看那鞠鱼 鞠鱼 那银头多高 罚障 这针饼小了 现在还好几股 你看 你看这吧 這個也不行了 你看一碰西粥 這真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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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在這邊演一下 哈哈哈哈